近日海口中沿大厦的沿街商铺 店主们向记者反映 三楼一家正在装修的店铺 竟然是在这脚手架上搭了一个滑梯 把建筑垃圾从三楼滑到一楼 还伴随着泥沙和碎石掉落 经过调查呢 记者了解到 装修时脚手架搭建和战道施工 都没有做到合格审批 装修垃圾的收集清理运输环节 是管理的重点和难点 也是市民群众关注的焦点 有关职能部门应该探索 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 对装修垃圾的清运过程中的 环保扰民等方面的违规违法问题 进行及时的查处 除了业主是主体责任人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之外呢 政府应该加大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 并加强监管 加强细致的指引和宣传 同时归属的物业公司和装修承包人 应严格执行政府相关规定 做好现场的管理和监督 并根据业主的公约服务合同 以及委托装修合同等 正确的指引业主做好 装修垃圾的清运和排放 等环节的工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